一旦把你按了開始的鈕 中間就不能讓你停下來 那你後來有發現怎麼樣跟 顯身相處比較舒服嗎 所以不要相處 沒有啦 還以為雙子 大家好我是Mirror Deer Deer 身高一八三水瓶座投射者 今天早上Repeat 嗨大家好我是Repeat Repeat是我頻道的收面孔 因為我們之前已經合作過 兩支人類圖影片還有一個講座 那首先呢 最重要就是Repeat出了他的這個新書 人類圖你與世界和解的開始 那我覺得他算是一本這個導覽手冊 那就像我已經學了 就是兩階的正式課程 我看的時候就覺得哇 那課本可能原本這麼厚 但是你有一種把它濃縮 壓縮的感覺 我是真的有做到去幫大家 從零開始 對啊敲門專啊敲門專 如果大家真的有興趣的話 再去上更多的課程 我覺得是OK的 接觸人類圖一開始最大的一個疑問就是 我跟別人到底要怎麼樣相處 才會融洽 那比方說 我要問你就是封閉式 yes or no的問題 這是其中一種 我是投射者 你是純身 當然我們還有顯示伸展者啊 顯示者跟反應者 所以今天這支影片就等於 入門專 前面的在入門專啊 就是給大家一個最簡單的概要 就是啊 你看到跟你不一樣的人的時候 你要怎麼跟他們相處 所以如果你有興趣的話就趕快把這支影片 繼續看下去 生產者是怎麼看自己 其實我會覺得我們這樣子很穩 你要給我一個很完整的大概 以後我才有辦法一個一個往前走 如果你給我一個太過 欲無飄渺的敘述 就是你沒有給我那個步驟的時候 我其實會當之啦 這就是我的感覺你知道嗎 就身為一個投射者 感受到純生產的時候 你不給你步驟就不會做是不是 對嗎 對啊 搞什麼東西 所以如果你要跟純生產者互動的時候 你很需要給他一個明確的步驟 然後讓他知道他會要按照這樣的步驟去做 就像啊我知道了 就像我的課程 課程就會用Google表單去做 那大家點進來之後填完 然後我再寄信給你們 然後怎麼樣這樣的一個流程 那就很多人跟我建議說 你不要用這種流程這樣很慢 你就是用一個什麼樣的東西 直接跳掉中間一大段 然後我就覺得 可是這樣子我會不知道該怎麼辦才好 正句話說 一旦把你按了開始的鈕 中間就不能讓你停下來 你只有起點跟終點 那中間如果被打斷的話 我會被我會挖著手腳 對我 再回到原點 有一點 我尊重你的流程 對對對 生產者遇到顯示生產者的時候 會對他們有些問號原因 所以他們的流程是會跳的 OK 反正聽完 補充分享之後 我會覺得跟生產者的溝通 做就是要尊重對方的流程 然後尊重對方 要注重細節的這個步驟 這樣就可能比較順利的完成這件事 是 好 那下一個呢 補充你身為純生產者 遇到顯示生產者的時候 有什麼感覺 我後來啊 跟其他的純生產者們做一個討論 我們在聊 顯示生產者跟純生產者的差別 我們不是講說顯示生會先求有再求好對不對 對 純生也會說 可是我也會想要先求有再求好啊 因為沒有辦法做到完美嘛 我們就慢慢的修正 那你知道我發現這兩個最大的差別是什麼 因為顯示生的先求有再求好 他是直接先做了 他的架構還沒有出來 他就是邊做邊 邊做邊有架構 對 比如說我們現在一樣做一張簡報 顯示生就是先打開那個簡報 然後開始從第一頁開始下架 但是我其實會拿一張紙 列出我所有的架構 然後我再來一張 真的耶 我沒有辦法 到一張以後下面開始加 這樣我會不知道下面要加什麼 我需要 真的耶 列一個完整的 我最討厭 有人跟我說 你拍影片你要有架構 我說怎麼架構 不用我架構 架構在這裡 有沒有直接開始做 我覺得這是一個顯示生產者跟純生產者 最大的差別 原理是因為顯示生產者那個顯化的能量 那個是執行嘛 是 他們有一個執行的那個動作嘛 所以他們會先去做 然後再來調整 是不是要先把這個執行的能量散發出來 他們一定會先去執行 這個是最先衝出來 對 他們一定會先去做 那你後來有發現怎麼樣跟顯示生相處比較舒服嗎 所以不要相處 沒有啦 顯示生不要買喔 不要不要跟你們相處喔 沒有啦 再見喔 我覺得兩邊知道彼此的步調不一樣的時候 其實可以溝通 我自己的例子是 我爸是顯身 然後以前還沒接觸人類圖的時候 他常常在我們家出去吃飯 或出去旅遊的時候 他會走在最前面 有時候會不小心就走很遠 他很急著去下一個地方 那我以前就有點不爽 我就想說你有什麼好機的好感的 但是我現在就採取一種平常心理 就是他需要先走在前面 這樣他比較舒服 他的能量已經在往前面走 我覺得有一種理解 就是他也不是故意的 然後他這樣做他比較開心 但是他也不會因為呢 你就沒有跟著他的腳步去 他就生氣 那我就覺得 那其實也不影響啊 對 互相尊重就是愛的一種 是是是 對是真的 這也是 我覺得人類圖教大家一個很好的地方 是真的 互相了解 互相尊重 OK 那再重複你可不可以聊一聊 你跟投射者相處的感覺 其實跟投射者 因為其實投射者類型非常的多 所以投射者的表現模式 其實跟每個人都不一樣 反正就是投射者下面還有分很多不同種 是是是 像我自己現在的夥伴之一是動力型的 我也是動能型的 對你也是動能型的 你的動能超滿的 對對對 那所以你這種動能型的投射者 其實你會知道他們其實動很快 他們看起來沒有累 看起來而已 對 看起來沒有累 然後呢 回到加州他就會 我們都累在你們看不到的地方 對 就是年紀越大這個感觸越深 那禮拜六可能跟朋友出去 大家就說 就是玩得很High啊 隔天他們還可以去什麼爬山幹嘛 完全沒有 不行耶 我就是禮拜天就是一個死亡的狀態 我就會這樣 不動 欸 上次不是我們第一次影片的時候 大家有最後要提醒米露早點 所以教大家有做到嗎 大家還有繼續提醒米露早點 好像也沒有耶 後來就 大家就不關心米露了 好像也沒有 其實我覺得投射者是很好聊天的朋友 因為你在跟投射者聊天的過程當中 你會發現他們有些很獨特的想法 但是這個時候是我去問他的 認真的 這是我生產者 我去問他說 欸我跟你說什麼什麼東西你覺得怎麼樣 這個時候投射者給出來的回饋 我都會覺得說太棒了吧 你這個想法怎麼這麼聰明 我都會有這種感覺 但是當我坐在那邊 我真的沒有要問你 你開始一直跟我講話的時候 我真心會放空 就是會 我會開始點頭 我會想到一個例子 我想一個例子 我覺得我這樣很棒的例子 就是最近我朋友開了一間餐廳 然後他就招待我去吃了一餐 吃完之後呢 他也沒繼續問我說 就是欸怎麼樣啊 就你覺得好不好吃 我需要改進 其實呢我心中了非常非常多的想法 比方說這道太鹹啊 服務流程有一點問題啊 但是 我都沒有講 你都沒有講 我都沒有講 我知道大多數的狀況就會覺得 我請你吃 然後你很挑剔我 挑剔這種挑剔系的 或者是他當下沒有想聽 他就算聽完了 他如果沒有準備好要去做改善我改進的話 我這段話就是飄過去 飄過去了 投射者會有什麼感受 就是啊我這麼用心 我把你當朋友 我認真去吃 我花那麼多時間打字給你 你不聽 算了啊以後不要講 像剛剛那種有很多很多的想法 你真的說出來 如果他準備好了 那個他真的可以有很大的改善 可是當他真的沒有準備好的時候 因為是朋友嘛 他一定會說 謝謝但是他不會改 他絕對不會改的 我覺得這種時候 其實投射者真的是會感受到 那個所謂的苦澀感啦 就想說那我什麼時候他才會來問我 他現在問你了嗎 還沒 那我們就等 繼續等 我們繼續等 到這個階段的結論 你覺得怎麼樣跟投射者相處 好生產者 如果你現在是生產者 你在跟投射者相處的時候 我覺得你可以勇敢一點點 想說你先等一下 你先聽我講完 打斷投射者開始屁裡啪啦 委婉地說 先等一下 可以但是不要建議我那麼多細節 哦 等一下 純身的細節真的太煩了 對 有投射的朋友的話 你跟他好好的聊天 你會發現他給你很多很多的 那個建議 我以為更簡單的 就是要盡量的讚美投射者 你好棒 我轉頭問米露說 米露我跟你說 那個什麼東西我不太會 然後你 我覺得你那裡很棒 你可以教我嗎 可以啊 當然可以啊 你好厲害喔 哇 對 這就是成功 這就是投射者要的 下一個 顯示者 我們來聊聊我們 最害怕又羨慕的顯示者 對 其實我是覺得不用怕顯示者啦 因為他們會覺得很莫名其妙發生什麼事了 顯示者跟我們的互動上 是因為他們的能量真的跟我們不一樣 我會強烈建議 如果你身旁有顯示者的朋友的話 你都是給他資訊 詳細的資訊 論上他們會自己去做決定 因為如果說 顯示者的運作有個很單純一件事情是 他並不是要被建議的 也不是要被指揮的 但是有時候我們的互動 比如說假設我今天是個主管 那我的下面的員工是個顯示者 你會想說 蛤我不能指揮顯示者 那我還當什麼主管 不是這個意思 而是你告訴他說 你有很多很多的細節 你有很多很多的細項 他需要他去執行 你告訴他這個細節 他會去做 不是用命令的口吻 我對顯示者朋友的印象呢 就是他們行動的很快 不會顧旁的那一點光 最經典的案例 莫過於我跟Repeat在開講座的時候 全場都很仔細在聽 這時候有人如果自己去上廁所的話 他就是顯示者 是蠻有可能的 因為其實顯示者的能量 是一個很直接的 然後Repeat你剛剛講的 給細節這件事 遇到一個顯示者朋友 最近邀請我吃飯 我去高雄玩 他是高雄人 他就問我說你要吃什麼餐廳 然後對我來說其實無所謂 但是這時候呢 他就非常急著要去定位 他要去打電話 他要行動 可是他又不確定 到底哪一間對我比較好 他這時候就問了我一些事情 他說你喜歡什麼風格 那時候覺得以前都沒有人這樣問過 我覺得這就是Repeat你剛剛講的 我要給他們資訊跟細節 讓他們去做決定 因為這個我覺得講資訊和細節 有時候是這樣 我們跟顯示者是這樣互動 顯示者也是這樣跟我們互動 他們的本能就是給資訊 你要說你要這個ABCD四個選項 你要哪一個 然後你就告訴他說那我要A 你剛剛是不是說顯示者 顯示者 他們本能就是這樣運作的 所以他們會這樣對我們 我們也應該要這樣對他們 所以我們跟顯示者互動的時候 其實也是給他ABCD這些選項 他們會決定嘛 理論上是這樣子 好啦那最後呢 我們再來到了反應者的部分 是 Repeat對反應者的朋友們有什麼感覺呢 其實我覺得反應者的朋友們 很重要一件事情是 一定要先去把你的那個月循環周期 跑出來 因為那個就是你最重要的規律 那我知道這樣講很抽象 我只能親力看書 因為我希望真的是我寫得很完整 我簡單解釋啊 反應者就是會因為每天月亮的位置不一樣 然後你可能遇到不同的人 所以你就會變成每天都有點不一樣的樣子 所以反應者們一定有感受過你一整天當中 早上晚上的情緒和感受是不太一樣的 其實我會覺得反應者不要覺得自己是小隱形人 反應者應該要是一個社群當中的核心 因為他其實在這樣子正確的運作之下 他們變來變去的反應大家 有點像變色龍 他在這個社群的當中 今天用A的形式去體驗這個社群 然後第二天用B的形式去體驗這個社群 他經過了完整的周期之後 他會對這個社群有個很完整的想法 其實是很強大很強大的利益 其實是因為他其實可以看得很透徹 那看得很透徹的時候 他們會是這個社群當中最公正的那個人 那你今天重複你遇到一個 不知道自己每天會變化的反應者 你要怎麼跟他相處 每隔一陣子問他一次 問他問題 我覺得像認識新朋友一樣 每次都跟他 你不要預設他一定會有這樣的想法 因為他昨天講的跟今天講的一定不一樣 你不要預設他就是每天中午都會點摺出奶茶 對對沒有沒有沒有 他今天就是不同人 但是遇到不同的新朋友 每天要抱著一個 每天都重新認識這個人 然後你今天遇到說 他今天很好相處 很喜歡他今天的樣子 那你就29天後再跟他講 哈哈哈哈 29.5他又一模一樣的 狀況又出來 好 那以上就是今天的影片 就是希望簡單聊聊 我們跟不同類型的朋友相處的經驗 提供給大家一個最簡單 可以試試看的方法 是 也許呢 你不要把它當作一定正確 但從今天可以試試看 也許明天就會不一樣 因為每個人的設計 因為人類圖 是我們現在講的是非常基本的 對對對 今天討論的東西 大方向 是一個大方向 你如果真的關心一個人的時候 你關心對方的時候 你會去注意他的所有的小細節的變化 對 那如果想要看更多的這個新書資訊的話 可以看影片的資訊欄 那其實各大的同物都可以買到 對 我習慣去看原文的課本 我覺得這就是語言的隔閡 每一個語言有它的背景 所以那個字有那個背景 原文是英文 對原文是英文 那去看的時候發現把它硬生生的翻譯成中文的時候 也許可以找到勉強對應的字 但是會失去那個味道 所以我會把它用一些口語的方式 你在看書的時候 你會感覺好像在講竹字搞樣 沒有 我會覺得很溫柔很溫暖 希望讓大家能夠用 比較淺顯易懂的譬喻啦 舉例啦 讓大家去懂那個 那個字到底背後是什麼意思 比如說邀請是什麼意思 然後回應是什麼意思 這樣子 所以如果我比較沒有時間去上完整的課的話 然後你想一個入門簡單的鋼藥 是 完全就是給數學者的 你完全不用上過課 因為它的口語話是真的有 我是真的有做到去讓大家 從零開始 以上就是今天的影片 喜歡更多迷路的人類圖系列的話 也可以去看我跟Repeat之前拍的影片 可以追蹤Repeat的IG Repeat的Facebook Facebook是主力 我記得 好 下次影片見 掰掰 掰掰